3軸穩定器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卓 今天要來和各位分享3軸穩定器的使用心得 那開始接觸拍片後 發覺在戶外開家人的時候 常常因為動作大一點 甚至要小跑快走的時候 手持角度常常可以的畫面 所以就想要買個腳架穩定器之類的 然後也上網拍了一下前輩建議的一些裝備品牌 於是就鎖定了DJI三軸穩定器 於是為了拍片的熱情 隔天就立馬跑去購買 也出事小拍了一下我購買過程 所以這部購買過程的影片 算是我正式剪接製作的第二支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觀看一下 拍片的第一個裝備這集 那天有我購買過程的狀況 那買回來之後也稍微把玩了一下 對於我這種完全新手 完全沒有拍片經驗的 這支到底適不適合 所以阿卓就把買來的心得 分享給那些還沒有下手 或是正在觀望的朋友做一些參考 那我們就先從開箱的內容物開始吧 本體外盒標示著它主要功能 有磁吸快拆 智能跟隨 一鍵切換橫速拍 以及手勢控制等功能 打開後會有一盒裝有說明書 及外出方便的容布袋 然後還有一個手機紙環扣 盒裝內容物有 DJI三軸穩定器本體一個 三腳架一個 手機磁吸夾一個 充電線一條 手機紙環扣一個 容布袋一個 最後手持安全繩一條 這邊要特別強調 它有些功能是必須下載它自有的APP軟體 才可以使用的唷 也就是說你用其他軟體做拍攝時 是不能跟它一些重要功能共同使用的 那使用了幾天後呢 我比較想分享給各位的是 我覺得適合及不適合的地方 那天購買時也問了一下店員 其實它出來好像也有一年多了 所以在基本功能上 我相信應該有一堆前輩已經分享過了 所以呢我把這幾天把玩的測試心得 是它適合在有確定要拍攝固定鏡位的時候 它很好用 還有就是在拍攝當然短距離移動的時候 它很容易用 就有點像那種關鍵時刻的節目 留保險有沒有 一個人的時候 它在做前進後退的那種短距離的那種模式 它就很適合用這支展做拍攝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大概距離拉到20公尺時 它便會失去鎖定的功能 還有人物在近距離時被任何物品擋到處 也會失去拍攝的功能 再來就是上下移動的角度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有沒有在玩飛機的搖桿還是什麼的時候 它是搖桿你在往後拉的時候 它應該是上升 你有沒有 它往下推 往前推的時候 它那個機身機頭應該是往下掉 那所以你在使用這款 這款搖桿的時候 你在控制它的搖桿的時候 它前後的那個距離 剛好是相反的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我是覺得 嗯 好像有點不太習慣 需要去適應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的感覺 對 總結是 你要先確定好你拍攝的方式 拍攝的類型是什麼 然後再來決定說 這款穩定器是不是你值得購入 那阿佐我本身就是一開始覺得說 我想要拍戶外啊拍家人啊 那所以覺得說 想要讓畫面澄清好一點 所以呢 就立馬去買了這一支 然後結果 後來想要覺得說 要拍自己的時候 嗯 好像一般腳架就可以了 對 所以 大家再斟酌看看 然後 各個拍攝的類型都不一樣 那如果你是想要邊走 邊自拍 有點像拍那種 Vlog的那種方式的話 他就很適合 他就很適合 那以上就是我初心拍攝者的 不專業分享 謝謝大家的收看 支持一下訂閱阿佐 並開啟小鈴鐺 有你的支持 是我分享的能動力 我是阿佐 我們下次見 不好意思 我們有看見 有了 4 1 好